Hello,大家好,我是杨丽 这两天我们在厂里见到了好多款车 但是我看到这一款车应该是他们的新款 跟我们那个车完全有点不太一样的 也是另外一种格局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看看你们更喜欢哪一种 这个车,这个是前面的门 就是比较普通的 首先这个车子的外观的话 跟我们那个车子外观差不多 底盘应该好像要高一点 它这个布局应该是跟大部分的那种车子 布局差不多的 前面门进去 要么是后锯床 要么是纵床 要么是横床 进门 这边有一个洗衣机 有一个L型的沙发 它是个T型的 就是一个小额头的 小额头的话 它就是通过行为好一些 比我们的会矮一点 三米应该是 三米应该有 它这个是双床的 这边有一个电动吊床 这上面是一个灯这里 就是我觉得太矮了 对你看它很压抑一点发电 我这么矮了就觉得很高 沙发然后后面 看惯了我们的大走廊 这个走廊我觉得好宅 很压抑就跟房子一样的 你买了一个很压抑的房子 一个道理 然后这边是一个台面 不过人家的控制面板挺高级的 其实我不大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四路监控 我觉得因为物理按键更好 我也喜欢那个 你看走廊 你看这个走廊好小 然后走进去 你看你看两边我这样一撑就没有了 这边就是玻璃了 这个走廊太窄了 看这边厨房 然后里面是通过一条狭窄的走廊 就到了里面的床 横床 横床也不大 一米三还是一米二 这个横床 这个冰箱 超大 为什么要说它大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头到脚的 它这个为什么就不好 因为它冷藏 它没想到你发现 比我们那个大一点 那冷藏比我们大吗 嗯 但我觉得这种不好 为什么 我觉得一体的 对 它是一体的 我再分开比较好一点 冰箱就蛮大的 关上 关上 你看你看陈阳在那里 需要转身都很困难 把厕所打开看一下 厕所 这个厕所上面是一个 狭窄的窗户 然后这边 干湿分离又要程老板 不知道 你看到没有 它是很方便是不监控 干湿分离的 看到吗 一个码头 然后把门关上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了 没有太高 你看这边也就是这样子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这里太窄了 我觉得这个车来说就是 它一旦是横窗 那就是这样子 就这个过道就显得特别窄 整个空间特别拥挤 看了这个车之后 你感受一下这个空间 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 我们那个车的空间 你们再看看你们适合哪一款 或者是喜欢哪一款 反正房车这个东西 挑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嗯 好了 就这样 拜拜